這個車塞這麼多你看看 你要想想辦法 這都是成本浪費 不是 這幾天尾 零點在抓酒駕 抓酒駕不是穩一穩就好 怎麼會耽誤那麼多時間 你不懂 那個警察局長跟我報告 說前幾天有一個酒駕的市民 被員警攔下來了 然後員警就問他說 喝酒嗎 市民就回答說沒有 員警頭就伸進去聞 怎麼有酒味 市民說只喝了一杯啤酒 啤酒也是酒 對啊 那個員警就是這麼回答 結果那個市民反問 請問蝸牛是牛嗎 不是 請問醬油是油嗎 不是 新娘是娘嗎 不是 那啤酒是酒嗎 不是 那個員警就像你這樣 突然被問傻了 結果那個市民就這樣跑掉了 對不對 你說這樣是不是很花時間 不過那個市民反應倒是蠻快的 有一次我去視察工廠的時候 遇到廠長 他的臉腫得跟豬頭一樣 我就問他怎麼了 他說他老婆昨天幫他洗褲子的時候 掏出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Lucy兩個字 氣沖沖的就跑到他面前 要他解釋 這個還 這個太難解釋了 他當場反應超快的說 親愛的 上星期 我們不是一起去香港嗎 我下注的那匹馬就在這邊Lucy 那就沒事喔 那豬頭臉是怎麼來的 隔天被他老婆用平底鍋打的 為什麼 他老婆邊打邊說 剛剛你下注的那匹馬 打電話來找你 他人對他老婆 你 然後 說 他永遠 說 你 餘 說 說